在中國人的文化信仰裏面 有一種很受西方人認識和甚至接受的就是十二生肖 到了每年的農曆新年,西人都會說說動物什麼生肖,我又是什麼,又是什麼性格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今天請坤士蘭華商周報總編輯梁幻松先生來跟大家說說一下,好嗎?梁先生 好,多謝李先生,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其實說回中國文化,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傳統 當然主導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之外,主宰中國人的文化 還有道家和陰陽家這兩家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而所謂十二生肖,當然是陰陽家所建立出來的理論 現在不只說是華人,中國人是相信這套理論 或者是作為一種話題 甚至乎因為華人移民海外 連西方國家的人都說,我又是屬什麼,我又是屬什麼 就是拿來講一下 甚至是想做生意,那些銀行 在華民報紙上賣過廣告都說,今年什麼年,有什麼年慶錢稅 有什麼什麼,都說到這些話題 所謂什麼叫十二生肖呢,其實十二生肖是十二種動物 循環不適,今年是屬什麼,明年是屬什麼 譬如去年,去年是一九,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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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原來在中國的玄學裡面,陰陽家發展了兩套符號出來的 一套叫做天干,一套叫做地支 天干當然在上面,地支當然在下面 天,天干在上面,譬如月有,月就是天干之一 有,地支之一 奇怪的是,天干有十個,大家都認識的 甲月秉丁就是,甲月秉丁 無幾更新,淫貴,就有十個,十個天干 地支大家都認識的,可能是唸不完的 有十二個,只醜人某臣 自醜人某臣,自五味身有率害 也是一個日之中,十二個時臣 由始開始,由開始,由結束,十二個時臣 每個時臣,兩個小時 剛剛一天,就二十四小時 這兩套符號,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 結合起來,就不得了 甲,就開始了 下面呢,就紙開始了 甲子,開始,甲子 接著呢,就月炒 丙人,一路一路一路 幾多年一個循環呢,我就不跟大家念了 大家可以有空閒,大家可以寫出來玩一下 六十年一個循環 六十年,由這個甲子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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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落落到最後那個,就叫貴害 第六十個 貴害再跳呢,又跳回甲子 叫一個花甲 所以是一個花甲 如果我和李先生過多幾年 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報紙就會登出 一名花甲老翁 真是慘了 花甲就叫做老翁 現在其實呢,人生七十古來氣都不止了 八九十歲很平常,就不要叫老翁 六十年一個循環 大家說一下地資,知秋仁某神下面那些字 有十二個 由每一個地資寫了動物給牠 紙,就是屬鼠 為什麼老鼠先走呢? 又不知道 為什麼不叫貓先走呢? 老鼠先走,最小的就是走 臭就是牛 人就是虎 某就是兔 神就是龍 二就是蛇 五就是馬 所以香港名稱叫五馬 大家記得,好預記 味就是羊 身就是猴 有就是雞 蜀就是狗 鱼就是豬 今年是九年 明年就是豬年 豬年之後呢,又變回老鼠了 大家可想而知 後年來講呢 就變回一個子 什麼子 丁、鱼、鱼、丁、母、己、庚 更子年 每逢這個過節的時間呢 很多人就會在報紙上留意一下 那些所謂的星相學家 有什麼話說呢? 以為明年是九年 那我又熟什麼呢? 到底我的運程會是怎樣呢? 大家很有興趣知道 這是一個話題來的 查詞這件事大家就看看好了 準確程度就是你想想 為什麼會說我熟什麼 明年運程是熟什麼呢? 怎麼會有這麼籠統的說法呢? 還有那個年紀的人都是熟什麼的 難道一群人呢 九年的運程都是差不多什麼 這個無理由的 還有民間就說 這個男子熟什麼 那個女子熟什麼 大家就要雙配 如果是雙沖的話 如果是熟羊的女子 嫁給熟虎的男子 那就慘了 這個羊被老虎欺負到死了 那會不會這樣呢? 當然不會 一定不會這樣 至於性格的相配 如果你相信的話 就是根據出生時辰八字 大家來相配 資料那八個字 哪八個字呢? 你出生的年份 就有兩個字 譬如你今年出生的 那就叫做 丙率年出生就有兩個字 丙率年這兩個字 但是呢 月份也有兩個字 也是根據這個十二天干地支 這樣來排的 月有兩個字 日有兩個字 時也有兩個字 什麼什麼年 什麼什麼月 什麼什麼日 什麼什麼時 加起來就是八字 如果舉個例子 譬如說近代人物 很多東西原來呢 你算命先生看過之後呢 幫你出了書 公開了 沒有秘密的 蔣介石 他出生於1887年 十月三十一日 中午 他的八字呢 就是丁海年 更述月 幾字日 中午出世 更午時 剛剛就是八個字 根據這些八個字的資料呢 算命先生呢 就可以幫蔣介石 算出他一生的命 好不好命 有什麼遭遇 就是這樣的 古代中國的玄學 學文 有書查的 以往呢 就不用查書 那些盲工很厲害 都寄在腦袋上 你就跟他說 什麼年 什麼月 什麼日出生 什麼時候呢 他就數一輪手指 一輪 一輪 就可以 可以計到幾個字了 哦 說起玄學 算命學 算命學 也有其中一樣 所謂 中國的玄學 有所謂叫做五術 就是五種東西 算命也有其中一樣 算命呢 除了這個算八字 這種就最流行 近代 李生你有沒有聽過人說 紫微斗數這件事呢 都很通行 因為這個紫微斗數是另外一個系統 就是另外一個系統 都是算命的方法 都是根據人出生的年月日時來計算的 那就是 很多人玩的 因為比較容易入手 另外一樣東西叫做鐵板神掃 也是很出名的 剛才說過了 中國元學分開五術 那就是這件事 其中一樣 再說回五術 這五樣東西是哪五樣 原來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這些不知道的 就是叫做衣服聖上山 除了中國八股民 考你的功名做官 這些其實都是民間文化中 很重要的部分 不用說了 例如大家 除了看西衣 有兩聲咳 吃些感冒藥 吃些抗生素 都會找中醫 執兩劑茶飲 中醫來說 也是根據陰陽五行 五行的道理 是建立的 譬如說 深屬火 神屬水 金木水火土 就是這樣分壞的 針灸 當然也是 根據這個經絡五行來分 這就是E B B 去求一下簽 有份工 不知好 不要去做 求一下簽 這就是佈 也是另一種學問 和陰陽五行有關 升 所謂升 就是升上學 剛才所說 所謂算命 那類的東西 升 上 看上 李先生 很多人說 你會算命嗎 幫我看看上 升和上是不同的 我懂升和上 可以這樣看 上就看上 上有什麼上 我們看面上 看看你的樣子 頭尖抹擦 也沒有來歸格 看上 又有骨相 摸骨 摸骨 摸手也有 摸頭也有 摸其他地方也有 骨相 掌相 看看掌都掌文 又知道你的一生 又是恩怨善又怎樣 很多人都玩 生命線 長啊你 很長命 相 上學 還有第五項 就是山 山是什麼 茅山術 畫符 趕鬼 五鬼運財 燒道符 燒災解難 這類的東西 就是 伊 北 升 上 山 又叫做中華武術 五種和陰陽五行 有關的 玄學的道理 希望今天 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很快地 溫習一下 我們中國 傳統文化裡面 和陰陽五行的玄學 有關的 中華武術 好啊 很有意思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人提起 我們聽就聽得多 但究竟 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未必知道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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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